因為我們人工智慧學系仰賴的就是一些 數理方面跟程式能力這方面會是相當的重要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在大學裡面看的成績的部分 當然希望他們是數理跟電腦有一些這樣的紀錄在裡頭 會加強他入學的這個機會 另外我們比較強調因為要很多未來也是會到實習國外等等這些問題 還有說外語能力我們會裝語授課之類的 那漸漸走向那邊的時候那外語能力 老師講英文你學生聽不懂那就不行 所以他本身我們也希望這個學生在高中也是有一些外語能力的資格的記錄 讓我們參考這學生外語能力應該可以 證明未來在上一層樓可以把他訓練成為真的是可以接受英語授課的能力 另外因為人工智慧是有各種領域的應用 比方說音樂、藝術甚至其他的特殊的領域醫學等等這種跨領域的經驗 如果他有這些方面的背景 他有多元化的經驗 那也是放在紀錄上面會增強他收進來的可能性會增加 那最後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社會關懷人文這些方面的表達溝通能力 不是說一個人必能造居這種類型 未來就是多元化去跟不同領域溝通 他必須要能夠足夠的溝通能力 這些的經驗是不是能夠在他的申請書裡面的記錄表達出來 那當然我們會從這個地方來判斷這個學生 適不適合在人工智慧學系可以過得很好這樣 大概有什麼樣性向的人適合來念人工智慧 第一個就是說比較有創新點子的人 人生就不喜歡固步自封或者是只守著某一些科技去做 他喜歡創新的一些不同的想法的人 那第二個是對大數據不會覺得說害怕 說哇這個數據很煩 然後會覺得說這個大數據裡面可能有很多隱藏很有趣的規律在裡頭 那你對於處理大數據不會感覺到厭煩 第三個人就是說我們希望這個學生能夠寫AI的程式 所以要寫程式的人能夠有一些電腦程式的能力的人他不怕寫程式 要說我只要理論數理 然後我什麼程式我都不想寫這樣的就不適合這個智慧的應用 那第四個就是說我們希望學生呢是有想像力的 創意要有新的點子新的角度 那這樣的人也適合一做人工智慧 好像我就會做完這個以後 我就還想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不同的東西 那就會挑戰自己 那當然跨領域 就是說你喜歡跨領域應用 你不會說我只要做一個科目 華麗我就練華麗什麼都不管 我練電腦我就什麼都不管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就不能夠多元跨到不同的領域去 像我們人工智慧現在可以解的各種問題 農業裡面有很多有趣的問題 那軍事有很多有趣的問題 國防或者是生技醫療都有很多領域 那你喜歡從資工人工智慧技術 然後走向這種應用領域 他喜歡跨領域 這個現象也是適合你來做人工智慧的 電影當然是一個很吸引人的一個地方 不過有時候因為他會要求戲劇效果 那就會exaggerate 所以對於真正的認識 就是人工智慧的薪資 大概從電影裡面有容易misleading的現象 就是有時候會誇張 然後會導致你對他的誤解之類的 那其實現在的網路很發達 很多人工智慧的薪資 你可以透過網路 然後你設關鍵詞啦 那像現在YouTube會有很多的專家 他會把一些薪資啦 然後做一些介紹 甚至有些課程或是open source 都可以上網站去連結 有些人如果自學能力很強的人 他幾乎所有網路上無所不包含 他甚至可以上網找到一些教材素材 他就可以不需要老師自己會學起來 很多人都有這個能力 那我也發現很多高中生 他其實他們都是 幾個好朋友自己大家來討論 他都已經可以把深度學習的模型 基本上都摸著搜索的這樣 所以他就自學能力很強的人 他就有辦法可以做到這樣 那可以利用搜索引擎來找一些基本的資料 甚至叫GPT他也可能會更友善的 給你一些解答之類的 當然他不一定全對 但至少也會有一些基本的資料 讓你去參考這樣子